因为旌旗的时候 它的下降比较多 所以说它的保护力比较少 就是说得通 一名网友日前在脸书 确诊者有话要说粉专上发文 表示身边陆续有人确诊 但自己都没事 因为自己是天选之人 结果却在生理期第二天 发现自己中标 听闻一出引起广大网友回响 许多女性网友也纷纷表示 自己遇到相同情形 开始讨论是否生理期来 会提高染疫几率 对此复科医师龙正宇 受访提出重要观点 之前是有文献提到 就是它是讨论 像大陆有一篇是讨论更年期 更年期的妇女 她如果说她的持续数下降 的确是有比较高风险 得到这个COVID-19 那对于旌旗里面的报导 是没有 目前还没有一篇说 旌旗前特别容易 会中这个COVID-19的报告 但是理论上 同样的道理是可以行得通 因为旌旗的时候 它的持续数下降 比较多嘛 要急速可以抑制 发言的反应有保护的作用 是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说它的保护力比较少 是说得通 但是目前是没有这样的报导 文献出现了 因为这种要大规模 各处有很多的文献才能够正式统计的出来 但是从庭经妇女是一个危险因子来讲的话 是合理的 因为持续数的下降 保护力的降低 是说得通 只是说没有确切说 这个旌旗中特别容易会感染的报告出现 旌旗中的话当然 它先天来讲它的保护作用就比较低 所以可能自己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你口罩戴好 或是N95或是出入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 那也可以服用一些免疫 像很多在中药方面 它是有一些提升免疫的一些药物 那在西药方面也是有类似保健食品 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药物可以来服用 但是最重要我想还是出入公共场所 是尽量避免的 感谢